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香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 它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栽培 在我国也广受种植户的欢迎 但是在种植香蕉的过程中 仍然有一些问题困扰着大家 比如说 在遇到恶劣天气时 该如何挽救椒树 田间管理的重点是什么 香蕉采收嵌后又有哪些讲究等等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解答这些疑惑 香蕉是芭蕉科 芭蕉鼠的大型草本植物 而且周年都能结果 香蕉一般适合在年平均温度20摄氏度以上 年降雨量1500至2500毫米的地区种植 香蕉由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组成 地下部分由球晶和须根组成 主要分布在地下30厘米以内的土层中 香蕉地上部分包括甲晶 西芽 胶叶 胶垒 香蕉的叶包括叶壳 叶饼和叶片 香蕉树一年会抽生约44张叶 而由众多叶壳层层包裹形成的金杆 称为甲晶 甲晶精感较绿 伴有褐色斑纹 其含水量高 木质化细胞 摸上去比较软 所以香蕉树抗风能力差 甲晶中间包裹着果肘 果肘从球晶向上生长 把花蕾顶出甲晶的过程称为抽蕾 很多人都吃过香蕉 但不一定知道香蕉的花长什么样子 这是蕉类 看起来与倒挂的荷花花类有几分相似 可是你如果觉得这就是香蕉的花 紫红色紧紧包裹在一起的就是花瓣的花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它叫做包片 要想看见香蕉花还需要再等几天 当包片一层层的打开并向上卷起后 这娇小的香蕉花才露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 香蕉花有雌花 中性花 雄花之分 雌花子房膨大后的果实叫做果纸 这长在包片下面的几十个果纸 就是平常所说的一把香蕉了 这叫做果蔬 一层层的果蔬最后构成果碎 2016年 广西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冻害灾害 几乎所有胶原正处在旺盛生长阶段的香蕉树 都被冻死 胶农们损失惨重 可是在当地基础人员指导下 胶农们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 这枯萎的香蕉母猪下面萌生的小苗 可被笑看它 它叫做西芽 母猪囚经上一生会抽生出大量的西芽 将来会从中选定一个西芽 发育成独立的植株 一代代繁衍下去 遭遇冻害后 当地的胶农利用秋经上抽生出的西芽 才挽回了损失 我国的香蕉品种繁多 但是受到市场需求影响 广西栽培的主导品种却只有三种 而其中有一个品种就占了总栽培面积的90% 这就是贵胶6号 也叫威廉斯B6 不仅如此 贵胶6号甚至占全国香蕉栽培面积的50%以上 是农业部主推品种和广西主导品种 那么它究竟有什么优势得到众多果农们的青睐呢 贵胶6号是1987年 由广西农业科学院从澳大利亚以试管苗方式引进的香蕉品种材料中 经过国内祖培快繁 筛选祖培变异株而愈成的优良品种 2012年通过广西农作物审定委员会审定 它文产高产品质优良 适应性强 适合我国各郊区种植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覆盖地域最广 推广数量最多 种植面积最大的香蕉品种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贵胶6号是如何栽培的 我国的香蕉产业发展迅速 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 而其中种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满足香蕉产业大规模发展的种苗需求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组织培养获得香蕉种苗 香蕉组培苗通过脱毒处理 不带病菌而且产量高 除苗健壮整齐品质优良等 还便于运输 而香蕉组培苗一手前科研 一手前市场 种苗质量与国品质量和香蕉销售息息相关 所以娇农们一定要从具有病毒病 检验检疫合格症的机构或厂家选购 通过组织培养生产的种苗 会培育成营养碑苗后到大田种植 这个种苗叶片上长出了紫红色的叶斑 叫做花叶 这说明组培苗可以出谱了 香蕉一年四季均可定植 但以春植和秋植为主 春植在2至3月12月左右上市 成为春植生育期9至11个月 秋植在9月定植来年9月以后上市 成为秋植生育期12至14个月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因地制宜的安排定植时间 对原地进行深耕 深度60厘米增加土壤通透性 为香蕉根系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深耕以后铺晒风化一个月 有利于养分释放 然后用悬耕机将土壤打碎整屏 整屏霸系后起笼开钩定制 按照航距2.5米的距离开定制钩 钩深60厘米 笼宽50厘米 香蕉的需肥量很大 对产品和品质都有影响 可以吃底肥 或者腐熟有机肥 每株5至10千克 但铃甲比例为15比15比15的 三元复合肥 每株250克 还可以结合施肥 防止地下病虫 例如根结线虫 可以选用有效成分 10%的赛作零颗粒剂 与肥料一同适入沟中 试完肥后将肥料与土充分搅拌混合就可以了 广西地区种植桂胶6号 大都按照猪杭距2米乘2.5米的桂胳种植 每株可以种120到130株 在沟中开深15厘米 宽25厘米左右的定制穴 接着铺设好滴灌设备 然后将组胚苗带土种到定制穴中 附土压实就行了 定制后浇透定根水 为了给香蕉增温增湿 保水保伤 定制完成后尽快铺设地膜 盖地膜时要注意盖盐时 香蕉破膜的地方也用土风盐 无论是秋蕉还是春蕉 一般会尽早地盖地膜 主要是保护椒苗跃冬 和防止倒春寒对苗的伤害 当温度升高后 及时揭开地膜 定制后的椒苗地上部分 生长会相对缓慢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缓苗 这段时间要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 保持土壤湿润就行了 要想香蕉的品质哟 田间管理中哪些工作是重点 除了内在品质 香蕉的外在颜值又是如何提升的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香蕉种植技术 由于香蕉的生长量很大 是喜欢大水大肥的作物 因此在香蕉的田间管理中 主要就是水肥的管理 这对最终的果品品质和产量 有着重要影响 香蕉的整个生育期 大致分为营养生长期 育累期和果实发育期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时期 分别来看看该如何进行田间管理 营养生长期是指花芽分化前的这段时间 需要五到六个月 是植株长个子的关键时期 对养分和水分的需求量较大 而不同阶段的养分供给 更是关乎产量和效益的关键 所以生产中多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在不同生育时期 实现定量精准供给 先来说说施肥 对于香蕉来说 施肥就有点与众不同了 因为香蕉的各个生育期 没有明显的特征 不好分辨 施肥的时间就不好把握 因此出现了很多计算方法 其中比较普遍的是 按叶片数施肥法 也就是数着叶子来施肥 香蕉一生会长出44片左右的叶 设定组配苗定之后 长出的第一片花叶为第九叶 之后根据叶片数 判断植株生长阶段 从而确定是非时间 那么香蕉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对养分的需求是怎样的呢 首先来看看营养生长期的 虚非特点 按照叶片数判断的话 9到29叶是营养生长期 尤其在15叶以后 植株进入快速生长期 植株球晶开始膨大 根系发育加速 叶片数增多 营养物质开始大量累积 为花芽分化 打下坚实的营养基础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 要保证充足的水肥供应 施肥量也要随着 植株生长量的增加而增加 施肥前确保田间土壤湿润 保证田间吃水量 在60%到80% 以最大程度的提高 肥水利用效率 同时注意肥料的合理搭配 这阶段主要是促进叶片生长 施肥以淡肥为主 要少量分多次施入 注意磷甲比 还应该适当增加钙 铭硫等中微量元素 香蕉水肥一体化 采用低罐配方施肥 肥料一般要求使用可溶性肥料 具体的肥牢配比和施肥量 要根据不同种植地区 以及土壤情况 在作物不同生长时期 做出调整 可以在当地相关技术部门指导下 规范操作 实现水肥精准高效的利用 除湿常规肥外 还需要追尸叶面肥 如磷酸二氢钾等 促进香蕉的光合作用 从花芽分化到抽雷 成为运累期 也就是30至44页的这段时间 大概需要三个月 是香蕉生长的关键时期 植株进入花芽分化后 胶株顶端叶间距越来越短 直至长出最后一片中枝叶 在内部结构上 花芽原始体发育成花絮 由球晶向上伸长到 甲晶的顶部 也就是线类 这段时间 花芽分化的质量 决定香蕉果蔬树和果指数 所以这期间 要供应充足的钾肥 并合理配饰淡肥 保证果实产量和质量 同时香蕉吸水量 会逐渐增大 所以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 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 还要注意排水防烙 运累期可以进行定牙 定牙的时间 一般是根据香蕉上市时间 决定的 广西地区通常选择 在6月定牙 在西牙高30至50厘米时 选择一个生长健壮 方向和位置合适的小牙 作为种苗培育就行了 从抽累到果实成熟的这段时间 成为果实发育器 整个过程历时 2至4个月 这期间 随着营养物质向果实的转移 叶片停止生长 并逐步衰老 香蕉对养分的需求 也逐渐减少 施肥以甲肥为主 适量配施淡肥就行了 随着香蕉种植面积的增加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 香蕉的品质 已经成为了生产者立足的重要条件 想要快速吸引消费者眼球 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香蕉的外观品质 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选择标准 所以才有了香蕉 卖皮不卖肉的说法 也就说明了 保护果皮的外观 对香蕉销售的重要性 但香蕉的果皮非常容易被伤到 这就必须要在 做好以往的田间管理基础上 更加注重护果和无伤采收等管理 尽量做到香蕉果形优美 外表无斑无伤和增强果实色泽等 护果要从抽垒时就开始 香蕉抽垒时会正常下弯 但有的会贪睡在胶液上 压垮胶液导致胶垒突然的下落而折断 所以要每天寻地 发现后马上浇垒 轻轻顶起垒包 慢慢移动 将其调整到两张叶柄的间隙 让胶垒自然下弯 随着胶垒包片一片片的上卷 绿油油的胶果便会露出来 胶果生长到一定阶段 会开始上弯 这个过程可能会被胶液 或者包片阻挡 这需要提前整理叶片 使胶果正常上弯 保持胶果的靶形和避免胶液摇摆时擦伤胶果 可以把阻挡部分割去 但在香蕉果期 每张叶片都很珍贵 所以尽量不整片割掉 可以局部校正 一把香蕉中并非每个果都具有商品性 为了提高胶果商品率和商品价值 集中养分供给商品果生长 要适当地剃除次果 输果的时机很关键 要在果指展开即将上弯 胶花变灰色 较脆亦脱落时进行 首先需要剃除双胞胎 多胞胎 三层果和畸形果 然后剃除第一把和第二把两边的三棱胶 就这样 轻轻往上一掰就行了 输果后一定要马上蘸纸 防止胶织一出 弄脏其他胶果 输完果后还要抹花 抹花时从下往上进行 用手的虎口夹住花瓣中部 用力向上或向下掰断就行了 抹完下面一把 垫上珍珠棉 确保把胶果全部挡住后 才能继续抹上面一把 抹花过程中 手要保持干净 最好提前准备一块毛巾擦拭 一株香蕉一般要分两到三次 才能完成抹花 所以要加强地头巡视 抹花 一是可以集中所有的养分供胶果生长 二是果实反输后香蕉干花变硬且坚力 容易损伤胶果 抹花能使好果率提高15%以上 到了香蕉果碎生长发育的中后期 下面的中性花和熊花就会逐渐开放 因为它们不能结实 为了不浪费营养 需要及时断垒 同时根据断垒时间 为今后有计划的采收 打下基础 当果碎正常下垂与地面垂直时断垒 我们将留把束设为N把 在第N加2把香蕉的包片已脱落时 把第N加1把和第N加2把的香蕉割掉 这样露出果轴 方便日后的管理 并在第N加3把的位置 水平割断胶垒 最后做好日期标记 并绑上相应颜色的毛线 做好记录 绑毛线的目的是为了采收时 根据毛线颜色 判断采收时间 一目了然 一般在断垒后的10至12天进行套袋 套袋前 要喷尸一次杀菌杀虫剂 等药剂干后 用香蕉专用的袋子进行套袋 套袋可以起到防虫 防晒 保温 定型等作用 使果实色泽鲜艳 美观 从下往上轻轻套住裹碎 袋口整理好 用绳子绑紧 俗话说 树大招风 香蕉也不例外 香蕉指柱高大 抗风能力差 容易倾斜 需要通过绑绳 顶目支撑等方式 保护香蕉 提高香蕉处的抗风能力 护果管理是香蕉生长中的一场重大战役 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做好了 才能确保香蕉的外观品质 香蕉要在七分熟采收 过熟的香蕉不好储存和长途运输 过早过晚都会影响香蕉的口感 一般七成熟的果实 果皮变淡绿色 果身已尽丰满 但棱角依旧明显 具体采收时间可以根据断垒时间判断 一般在下级断垒七十至八十天后 香蕉就能达到七成熟 然后就能根据裹碎上不同颜色的毛线 分批进行砍蕉了 砍蕉一般每两人一组 采用爆胶的方式 一人再离头把十至十五厘米处 砍下裹碎 结胶的人展开双手 爆竹果碎 运胶有多种方式 通常是人工挑胶运输 现在有很多规模化管理的果园 已经采用索到运胶了 这大大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效益 但无论哪种方式 运输全过程都要保证香蕉 不受到碰撞 到了包装点的香蕉 香蕉会像在流水线上一样 大致经理下把 清洗 修把 保鲜 过秤 抽真空装箱 筑藏等环节 而香蕉在上市前 还要经过催熟 催熟是香蕉产业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为摘下的清果很难自熟 而且在长途运输中容易腐烂 催熟的方法很多 现在普遍使用乙烯粒催熟香蕉 乙烯粒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植物激素 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采收后的香蕉树 还会有十张左右的叶子 可以割除 再从距离地面两米左右处 砍断 促进养分回流 供给吸压营养生长 最后要彻底清源 保证胶原通风透气 并全员喷湿杀菌杀虫剂 消灭病菌虫害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新一年管理了 经过一系列的管理环节 可能还需要经过长途跋涉 好吃的香蕉最终才能被销售到市场上 那么买香蕉的时候 什么样的香蕉才更好吃呢 其实越是靠近树顶端的香蕉 长得越大 下面的则相对较小 从口感来说 树下面的香蕉其实更好吃 所以一定要记住 挑选香蕉不要选太粗太大的 粗细适中的味道才更好 目前大的香蕉种植企业以及种植户 产品基本面向全国市场 甚至出口 这对果实的品求相当高 我们相信随着香蕉产业技术的革新 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 我国的香蕉品质和产量也会越来越高 未来会销往更多的地方 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